位于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7000公施重工军机 注意逆轻入我ADIT 影响我非常安全 立即快要脱离 台湾平坚 我是中国人解放军 就在今天第一天天天 也没有交往就长前后 7号用来侵扰空域 解放军飞行员罕见回呛 套姓动作不断 根据国防部网站公布资讯 从9月16号至今 共机动作频频高达12次 更不用说从年初就开打的消耗战 人员的维持费跟作业维持费 都有相对的增加 2197架次空军的出动的兵力 目前为止大概所耗的金额是255亿 空防压力大整理今年共机 已来217架次 我国空军更出动近3000架次 不让亲自证实耗费255亿 包含人员行政飞机折旧 只有油料就占15亿 不小数字一般人乍听之下 可能没概念 但若放到各县市年度总预算 以109年度岁出总预算来看 南投线266亿 嘉义线245亿 加加减减就和空军耗费成本差不多 除了燃料费之外 其实你必须计算说每个小时 比如说定补保定根机的费用 保修费用 甚至呢必须计算说 军人就是地形主义超时维修的一些工资 共军擾台以正常程序 若移架共机来 我方则会出动至少两架战机升空侦查 随去费用可不仅仅只是油耗这么简单 但共军打出消耗战 要保卫张显主权 我方不可能没动作 如果不派飞机上去 不管是来犯的共机是一架两架 或是多批次 其实他万一有什么不对劲 就这样飞过来的话 其实我们就没有因因的手段 继续起碍我个反攻识别区的西南边 空军的战机都会在第一时间 升空做备战的动作 不让共机温水 主青蛙习惯成自然 国军坚守港位 不让共军靠近最底线 记者程序李一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